那昨天我们谈到了恐怖组织泰米尔之虎是一个怎样的组织 以及做过的一些轰动世界的恐怖事件 然而一些人可能搞不懂的是 一个已经瓦解了十年的斯里兰卡恐怖组织 真的会像警方所说的那样企图选择在大马作为它的复兴之地吗 大马的印度人和他究竟有着怎样的关系 那谈到这些我们就必须从占大马印度人多数的泰米尔人Tamil开始说起了 印度的泰米尔人我们这里称为泰米尔人 不便上都分布在南印度的泰米尔纳杜邦以及斯里兰卡的北部 如果从地图上来看的话 这两个地区其实就只是隔着一条海峡而已 因此两岸的泰米尔人关系本来就很密切 只是国家的概念把它们给分开了 泰米尔人的民族观念非常的刚烈 上世纪八十年代 泰米尔之虎在斯里兰卡发动武装斗争的时候 就是以组建一个属于泰米尔人自治的泰米尔国Tamilam为目标 更获得了不少印度对岸甚至是全世界同胞的支持 2009年斯里兰卡政府宣布瓦解了泰米尔之虎之后 隔年泰米尔纳杜邦就出现了一个名为 我们都是泰米尔人政党 简称NTK的极端民族主义政党 创办人兼党领袖斯曼 他就是泰米尔之虎的死忠支持者 就连党标志也和泰米尔之虎的标志是完全一样的 因此NTK就被看成是泰米尔之虎精神的延续 打着泰米尔独立自治的旗号 NTK在多国成立了由泰米尔人管理的非政府组织 而其中一战就是在我国大马 透视大马今天就引述消息人士指出 其实NTK领袖斯曼早在2012年就开始造访大马 多次与本地泰米尔人的领袖和名人会面 借用本地泰米尔人的民族情感 继续来推动泰米尔之虎的斗争精神 其中更在大马成立了政党分会 消息人士就指出这个分会在社交媒体上 是在大量宣扬泰米尔之虎的精神 分会的主席甚至曾经计划 要袭击前来大马的斯里兰卡特使 消息人士也指出说 目前还有几位与泰米尔之虎有密切关系的名人 是还没有被逮捕的 不过警方已经密切在关注他们的一举一动 那可以这么说吧 泰米尔之虎呢虽然是已经瓦解了十年 但是泰米尔之虎所遗留下来的意识形态 对民族情感深厚的本地泰米尔人来说 还是具有一定的影响力 而这也是警方近期突然大动作 要逮捕相关人士所宣称的行动礼句 以防止大马成为泰米尔之虎恐怖主义的复兴之地 稳五 请不吝点赞 打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